明星对助理态度差别大,那应秦岚和胡歌或建华对比。 昨天小编为大家谈点了明星的那些替身演员,作为替身演员,帮助明星去做一些危险系数比较高的动作,他们是隐藏在明星身后的平民英雄,虽然工作危险了上百倍,但是这些人的收入却比不上明星的万分之一。 当然了,这些人还是凭借着自己的本事赚钱,不用看明星脸色,但是还有那么一批人围绕着明星讨生活,那就是明星的助理。 这些人稍微被明星看不过去,就有被辞退的风险。 这些明星表面虽然光鲜,跟在明星身边做事,在粉丝眼里恐怕是最肥的差事了,其实并非如此,这些助理不仅仅要照顾明星的起居生活,甚至还有做一些保姆都不愿意做的事,下面小编就为大家谈点一下明星助理有多苦逼。 明星 孙力助理蹲下为她查鞋。 这应该是孙力在参加某次活动的场合,大概是鞋上或者脚上粘上了什么东西,这时候就是助理出头的时候了,蹲下为明星查鞋。 郭静明助理 但是还是可以看出来那应还是一脸不爽的样子。 其实在小编看来,助理虽然为你打工,但是像这种力所能及的事,而且不费什么力气,能自己做就自己做好了。 。 晴蓝 晴蓝 在一次发布会上,助理跪在地上为她举起话筒。 晴蓝 大家看到助理穿着短裙,跪在地板砖上,这是什么样的感受?想必不用我说大家都能够体会,但是明星就是这么的心安理得。 晴蓝 李晴蓝 李晴蓝的助理在公众场合为她穿鞋,李晴蓝一脸得意满足的样子。 当然了娱乐圈还是有很多明星对助理不错的,小编也为大家谈点一下。 正爽的男助理,颜值特别高,而且看起来也尽心尽力,正爽对她也是没得说,自己的包自己提,这里要给爽妹子点个赞。 胡哥对助理真是好的没话说了,自己推箱子,助理打电话,这一点恐怕很多明星都做不到吧。 周杰伦拉着自己的助理一起拍广告,这老板当得尽心尽力啊。 他跟随周杰伦十几年了,不仅参演周杰伦的电影和MV,连图牛广告都是他俩一起拍的。 。 TFBOYS的助理兼保镖、胖虎,不仅是助理,还是三小只的好朋友,简直是父亲一般的角色,王元华的一下扑到他身上。 老干部很照顾下属,之前就有新闻爆出来,霍建华开车接助理,明星当司机,助理坐后排可是第一次见呢。 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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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